这是一个难忘的晚上可以在中秋节上课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至高全能的上帝 谢谢您创造美丽的太阳还有月亮 谢谢天父把美丽的夜景赐给了我们 把阳光以路赐下给大地 这些都是美好的 我们感恩 我们赞美你 父神让我们珍惜在有生之年 可以享受上帝喜多的恩赐 也愿上帝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中施行你的赐福 你的保守 给家中的大小都平安 有喜乐有和睦 你也与我们同在的当儿 生命中体会到 你赐下的爱所带来的温馨 使我们人生更有把握 充满着盼望 来过每一天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一同学习的时光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上一回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门徒的价值观 而今天谈金钱观 金钱观是价值观最具体的事物 你如何看金钱 就是你的价值观的起向和表达 金钱这个玩意儿 人人都喜爱 为什么人这么喜爱金钱呢 一定有原因的 如果你把金钱给小孩 把玩具给小孩 他会喜欢玩具过于金钱 因为他不知道金钱 可以带给他这么多好处 包括他手上的玩具 都是由于金钱而拥有的 而我们长大了 我们开始经历了金钱 所带来的方便 带来的许多的好处 叫我们不能不爱上钱 你今天晚上要启程到美国 你不要说没有计票 只要你有钱 你就有本事买到计票 人家买经济舱 你买头等舱 你买最好的位置 你可以随时起飞 你拥有钱 你可以到任何一间 最高贵的餐馆吃饭 你拥有钱 拥车挣14万对你来说 一点也算不得什么 你要买最好的车子 随手可得 如果你有钱 你什么时候旅行就旅行 他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方便 这么高级的享受 人怎能不爱钱 不仅如此 钱 不仅是给你方便 给你好处 钱会给你一种说不出来的自由感 老板 对你苛责的时候 你会对他说 请你讲话 小声点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不干 为什么 因为你有钱 你有钱 你不受质疑别人 相反 你很自由 你的自主权变大了 钱真好用 你有钱 不仅是给你自主 给你自由 还有给你说不出来的安全感 今天我们对未来总是充满着恐惧 不安 因为明天到底如何 人不晓得 我们总是很多怕 而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怕病 我们怕老来 老伴不在 我们怕 会病死 这些的恐惧 叫我们感到不安 可是如果我有钱 老伴不在 我可以请很好的女佣照顾我 老伴不在 我可以进入最高级的 安老院 我如果有钱 明天 即使要动很大的手术 我也没问题 我有钱 所以似乎 有钱给你会减少 对未来的恐惧感 这就是钱的好处 钱 还代表着身份 你到底是谁 看你住哪里 看你拥有什么 看你的名片上 的称呼是什么 往往都跟金钱有关系 所以钱 代表着权势 代表着身份 代表着地位 因此 人人都爱钱 所以钱会捆绑一个人 除了金钱本身的可爱 还有人性 总是想拥有更多 这种欲望 叫我们 前夫后患 理应 外夫理应 彼此的相配合 这是很自然 就在这时刻 魔鬼插手了 魔鬼借着金钱 引诱人走私贩毒 魔鬼引诱人 去拥有他不该拥有的钱 魔鬼就陷人 于罪恶之中 死人 跟他一同灭亡 所以金钱就变成了灾祸 所以有钱人很难进天国 不是有钱人不能进天国 他们是很难进天国 因为他被钱捆绑 钱是一种力量来的 所以圣经 耶稣基督的教导 把金钱为何化 他并不是所谓的中心 没有力量 有我摆布的东西 相反 他可以摆布 所以耶稣说 你不可以敬拜上帝 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他的意思说 这个财力 马门会叫我们 俯夫敬拜他 服侍他 侍奉他 他的力量可怕就在这里 有钱了 他不会说我钱够了 有钱了 他要更有钱 更有钱 他要更更有钱 更有更有钱 他要向马云 向了马云以后 他要向比马云更有钱的 这些富豪 我们追求永不止尽 因为人性里头有一种贪 圣经称他为人的欲望 就是罪信在人的生命里头 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够用 我们是要求更丰盛 我们并不是没拥有 而是要拥有更多 我们不是不幸福 我要比别人更幸福 我们其实应该满足了 可是我们没满足 结果我们不快乐 因为不满足的人 是不会快乐的 所以我们就陷在这种的 尴尬的处境里面 我们明明知道应该脱身而出 可是我们身陷其中 因为金钱它具有一种魔力 捆绑我们 使我们身不由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金钱到底是什么 我可以不可以好好的使用它 圣经说 那些妇女好好的服侍耶稣 圣经说 有一些人把他们的财物给卖了 分给穷人 这些人不再做金钱的奴隶 他们已经转换成金钱的管家 来控制金钱 因为他按照主人的意思 就是上帝 上帝赐给管家智慧 能力 使他们不受金钱捆绑 而能好好使用金钱 来服侍神 来照顾穷人和需要的人 所以金钱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大的祝福 为什么 因为金钱像海水 越喝越渴 越拥有越多 越不满足 越不满足 他就越不快乐 所以很多有钱人并不快乐 其实我们想要有钱 就是喜欢 希望人生会快乐 可是拥有钱以后并不快乐 因为他没有把钱 成为真正使他快乐的媒介 相反他被金钱捆绑 所以不会快乐 所以金钱像海水 越喝越渴 然而圣经给我们说到的金钱 也可以成为肥料 肥料不可以留在家里 它会发臭 撒在田地里 花草中 会使花草 开始开花结果 给树林 长出茂盛的叶子 给人遮阴 所以 金钱也会给人带来祝福 给别人的生命留下不可磨灭的色彩 问题是 我是被金钱用 还是我用金钱 我拥有金钱 之后却被金钱 之后却被金钱拥有 我抓着金钱 后来是金钱抓着我 人生 怎么会幸福呢 所以今天 这课程的价值观 金钱观 就是告诉我们 要开始对付自己的人性 我们人性既然是邪恶的 是贪婪的 那我要对付他 怎么对付他呢 就是要经历上帝的爱 经历上帝的供应 过于你想要的 今天需要是很容易满足的 你说是吗 一天三餐你就够饱 有的住 有的用 有的花 有衣服穿 衣服住行都有了 就当知足 这是保罗的话 可是 今天很多人在衣服住行经历了以后 他觉得这个东西给他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快感 而深陷其间 除非 他开始去经历神的爱 神的爱 比世俗的爱 享受更可爱 比金钱更可爱 上帝的爱 给你看见 比短暂的金钱 是不一样 无法提供的永恒 当一个人开始经历 神的爱 比世界更可爱 他放下世界的金钱 而专一来爱神 就变成可能 并且能听神的话 去做神的功 所以经历变得很重要 当然在理性上 他要很清楚知道 自己不过是管家 我并不是主人 正如约翰 魏斯里 有一回回到家里 远远看见自己的物质 被我烧着了 他有几分的忧愁 后来想了一想 他微笑了起来 师母在身边问他 你笑什么 他说 从今以后 我少了一点责任 他发觉到金钱 并不是他终极的目标 房子不过是一个 遮阴提供你休息的地方 只要有一个 可以休息的所在 那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一定要很豪华 要很宽大 这样的一种的心态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管家 理性上 我们一定要很清晰 圣经的教导 在情感上 必须要去经历 神的供应 神的可爱 我做传道人 开始的时候 我的心筋是非常低薄的 可是 我又发觉到很微妙的 总是够用 从来没有缺乏 即便我孩子去念 大学的时候 我经济上 确实是有一点困难 可是 我还是可以 因为 我有一间房子可以卖了 我还可以跟保险公司借钱 总之 我都度过了困难 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老是经历神的供应 这是 令我 做传道人很有把握的 我并不怕 我会穷 所以 神一直供应到今天 我过得还挺好的 我讲一个见证 当我孩子要念小学 在新加坡上学的时候 那么作为马来西亚人 孩子要在这里上学 要给三千块的 所谓的donation 就是 送给 学校当即的 三千块 我太太问我 你有吗 我说没有 那怎么办 我说 就祷告吧 我从台湾回来 女儿要进小学 我身上又没钱 那天讲完道 有一位姐妹 叫做耶稣朱仪 握着我的手 给我一个红包 我回到家里 打开一看 就是刚好三千块 神的供应 神对苏朱仪说 今天 明天 记得 把三千块 送给苏牧师 我都没有告诉他 是神告诉他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困难吗 神会供应你 而你经历了神的供应 你不必为经济天天烦 天天忧心 至少你还有东西可以卖掉 那就卖掉吧 那填补你 目前急需的 那你就解决了吗 不要说你没有 你还有的 神还是会供应 所以在情感上 你必须去经历神 在理智上 你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是管家 在意志上 你一定要去行 按着神的话去做 神的话说什么呢 施比受根为有佛 圣经的话说什么呢 你要周记穷人 你就开始给 给出去的时候 就是打击 你的守财奴的本性 打击你的贪欲 理性讲不通的 情感胜不过的 那用意志去对付他 明知道送出去很痛 你还是送 给出去不舒服 还是给 结果当你给出去以后 你发觉到 你并没有减少 你感受到神的供应 还是那么丰盛 你越做越 越喜乐 那个守财奴 就拿你没办法 这就是圣经的教堂 没有其他途径 基督教信仰 不是停顿在 理性的架构中 而是落实在你的生活里 所以让我们 如此的去做 所以在教会里头 十一奉献 就是其中一种 打击守财奴的方法 上帝不缺你那十分之一 上帝要借这十分之一 给你学习 不被金钱捆绑 学习要放下 学习要寄 别人的祝福 把金钱奉献给教会 去处理 去送给那些贫穷的家 送给那一些 需要进小学 而没有办法读书的家庭 让教会 借着这笔金钱 好好去做宣教 步道拆船的事工 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 借此去打击 我们要不断拥有的 本性 所以十一奉献 其实是一种很基础的教导 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可是如果你从小不做 你大了就不会做 正如你小学没念完 你很难升中学 中学没念完 你不容易上大学 在深圳有一个孩子 没有办法跟人合作 为什么 他的心智没有成长 他只有脑 丰盛 他的整个性格 生命 都没有成长 因为从小 爸爸妈妈 不准许他跟外人交往 要他专心读书 每天抱着书 家务 一点都没做 朋友 一个都没有 有人跟他交朋友 爸爸妈妈就把他们赶走 结果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不懂得跟人交往 他成为一个失败的人 所以一个人要成长 长成基督的样式 他需要各方面的学习 在金钱上 要学习放下 在人际关系上 要学习爱心 在与神的关系上 要学习等候 这些都是功课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样 我们作为基督的生命 拥有者的人 才能长成基督的样式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今天简单的和大家分享 这个金钱观 让我们一生幸福 不被金钱捆绑 Amen 好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 我们中间的导师 好的 谢谢牧师 请问牧师 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那么那些刚出生就患有残疾 或者夭折的婴孩 也是可以视为美好的吗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造人都是非常美好的 上帝看着是美的 那个时候的亚当和夏娃都没有残疾 亚当夏娃生的孩子也没有残疾 因为他们被罪的污染 相对来说 比起现在还比较正常 比较好一些 可是日子越久 罪恶越大 所以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 你看见他们终日所想的都是恶 劲都是恶 整个世界冲塞着都是邪恶的东西 结果洪水就淋到 当罪恶越来越多 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也频频出现 人的身体也开始有了残疾 基因有了变化 所以后天的这些所谓的残疾的孩子 或者夭折的孩子 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原意 乃是人犯罪以后的结果 然而夭折的人 残疾的人并不表示是他犯罪 也并不表示是他爸爸妈妈犯罪 而是整个世界被罪污染而造成的 几个例子 苏联的赫炉大爆炸 然后这个爆炸之后 赫废料就污染了整个环境 甚至这些赫的废造成了这些云彩 飘到东欧的世界 降以下来 连牛羊吃了以后生的孩子 这些小牛小羊都是残疾的 父母亲喝了这些牛奶 他们生的孩子也出现了状况 像这样不是父母亲犯罪 是人类犯罪 是整个大环境污染而造成的 他们的后代是残疾的 就像日本现在把河废水 不断的灌注进大海 首当其冲的一定是日本 将来日本是全世界恐怕患癌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如果年纪会活得长一点 我会看见那个日子的来到 任何的罪恶都有后果的 并不是偶然 所以你问这个问题 我说那不是美好的 是人的罪是人的罪所造成 下一题 好的 谢谢牧师解答 第二题 时有所闻在国外有牧师与教会的会友 参与示威活动 以表达他们不支持LGBT的立场 请问他们这么做是合宜的吗 在民主的国家 西方长期的社会的民主的熏陶 他们可以用示威去表达民意 因此在那一些国家里头 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合法的 是可行的 是可以被接受的 也是被支持的 就像那一些支持LGBT的人 也出来游行 对一个民主的社会 有人可以支持 有人可以反对 彼此尊重 而不是彼此的打架 争吵 你表达你的 我表达我的 重点 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表达的立场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反对LGBTQ 所以用这样的诉求的表达方式 在西方的民主社会 是被淫准 是可行的 当然民主本身并不是绝对的 因此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 在整个民主中间 他具有一定的神权在里面 上帝把这个权力赐给了政府 所以一个好的政府 我们必须顺从政府 而不随意的去示威抗议 而把政府给拉倒 除非他是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仆人 他们滥用权势 因此在某一个程度上 这样的政权是应该下台 应该垮下 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 的民主观 所以你问我 这是贺疑的吗 我认为 只要在 法力的范围中 跟 一个正确的途径 而不是以暴力来游行 是贺疑的 是可以接受的 好 下一题 第三题是这样 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见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刺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语语都能变明 他这一段用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但仍有很多信徒 虽然信主多年仍不爱读经 甚至有出于需要教导的责任 才读经的 请问 怎样帮助信徒 经历神的话语 是与他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 而爱上读经呢 圣经就好像上帝 给我们的情书 因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 有人日夜 都在思想耶和华的立法 昼夜都在思想耶和华的立法 有人可慕上帝 如露可慕西水 有人把圣经 上帝的道 比黄金更可贵 比下地的蜂蜜更甘甜 一个人怎么会来到这样的阶段呢 这么爱慕神的话语呢 显然这是他们和神的关系 是美好的 今天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你的爱人写信给你 你一定会细读 而且读了好多遍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相反的 我讨厌的人 我不喜欢的人 跟他说话 三句都嫌太多 他写的信我也不想看 这是很自然 因为我跟他关系是陌生的 是毫无关联的 所以一个人要爱慕神的话 他必须要有清洁的心灵 他必须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 他才有可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祝福 同时他必须去经历神的话 神透过他的话 对人说话 引到人的生命 他经历了 他感受到了 他知道神的话是可贵的 这样他才会珍惜 不仅仅只是实用上 我需要利用神的话 教导神的话 我才读经 而平常的日子 我却把它当作书架上的一本古董的书 跟我毫无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都是需要好好的学习 弄好自己的生命和胃口 一个孩子在外面吃了太多的零食 回到家中正餐都不想吃 胃口已经被破坏了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外面 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 吃了一些不好的食物 看了许多不好的书记 资料 杂志 观念 这些价值观都是错误的 充塞着他们的脑袋 他们的心灵已经不能让神的话 禁忌里面 这造成他们不会喜欢神的道 也不会好好的读经 我们整个生命是有一个空间 当你的空间被其他的事物给塞满之后 上帝在你的生命里头就没有地位 他的话也不会成为你脚前的灯和生命的光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是否有什么读经方法 让人能够持之以恒的爱读神的话语 任何东西方法是重要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 如果我的生命是干净的 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是渴慕神的 基本上我都会持之以恒的读神的话语 亲近他明白他的心意 当然途径方法也是可以学习的 读经基本上有快读法和严读法 和灵修法 快读法你就是快快的把圣经读一遍又一遍 你把它当作一本 我需要牢记在心里面的一个资料 成为我脚前的灯的资料 成为有生命光的指引的资料 你可以快读 另一种严读法 就是你深入的一句一句的慢慢去研究 去找查经的资料 好让你能够对圣经有深刻的认知 寻找到圣经里面的奥秘 因为圣经是一本翻译过来的书 它是从原文 希腊文 希伯来文 和亚兰文 而翻译成为今天的中文 所以有一些原文要表达的 我们中文表达不出来 所以你用深度的去研究这一些 烟经的教材书 或者工具书 你就可以从其中学到好多 你从表面读经而读不到的 还有一种读经话 就是你要安静的聆听的读经话 这是我在上一本书里头提到的 这种读经话就是用耳朵去读的 每一天早上起来 安静片刻 把自己的心收回来 把圣经打开 让神对你说话 一天只需要读一段的经文 不需要太长 从那一段经文里头 慢慢去体会 今天上帝的灵 要借着这一段话 对我说些什么 他是主体 我是课题 他讲话 我聆听 这样从聆听中 我学习知道神的心 并且去遵守他的道 久而久之 我就会越来越像基督 越来越遵守他的话而行 成为上帝顺命的儿女 这是非常好的 这些读经话 你都可以考虑 好 下一题 好的 谢谢牧师 请问 不爱说话 不善于交际的人 适合侍奉吗 侍奉是很多层面的 有一些的服饰 是比较外在型的 有一些是比较内在型的 有一些是超然型的 有一些是自然型的 上帝给人有不同的恩赐 一个善于教导的人 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他比较应该去做教导的工作 他要去做外交的工作 教会里头有一些的服饰 需要他去做的 包括传福音 需要常常碰见人 包括 接待外宾与外人交往 包括 招待新朋友 能够主动的 跟他们交谈 过后还继续的full up 能够栽培 让新朋友来到教会 感觉有无限的亲切感 这是外在型的人 所做的工作 而内在型的服饰呢 也很多啊 他可以默默的跟联 默默的为教会祈祷 为着牧师祈祷 为着工作人员祈祷 为着长老知识祈祷 祈祷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 我们今天侍奉到 不需要祈祷 师父告诉我们 我不需要靠圣灵的恩高 我不需要靠着上帝 我也可以成功 做属灵的功 需要属灵的力量 祈祷 就是其中一份 重要的途径 所以一个内向的人 他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内向的人 可以做财政的工作 收集财 默默的数算 默默的去做账 做内在型的工作 还有做电脑 做这个印刷 做文字的工作 等等 这些的服饰 都是需要那一些 比较安静的人 去做的 所以不爱说话的人 不善于交际的人 你仍旧可以侍奉 所以彼此的交接 彼此的配搭 都是很重要的 你说对吗 眼睛需要常常用 心脏也要常常用 不过眼睛老是被人看见 心脏却看不见 心脏重要还是眼睛重要 其实两个都重要 不过心脏一停止 眼睛也不能发亮 你说对吗 所以彼此是需要对方 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自卑 好好的服侍神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发现很多人想参与查经班 可是又担心被问问题 不懂得回答 感觉没面子 或者让人发现自己 对圣经的认知不够 请问牧师 要如何才能帮助人 放下这些所谓的拦阻 不要在意别人 对自己的眼光 而愿意更积极的来寻求神呢 那么这是多方面必须考量的 作为一个带领查经的人 你问一个初心的朋友 或者对圣经不认识的查经的人 主缘 不要问他太多问题 如果你要问他问题 是他肯定能够回答的问题 这才是恰当 第二 对于主缘本身 他不需要自卑 任何东西都是慢慢学习的 不知就说不知 知就说知 孔子说 知知为知知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你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必须努力去知道 好好的学习 这段经文在还没有查考之前 你先去查考 在还没有讨论之前 你已经跟自己先讨论 不要老是说 我不会回答 不要老是说 我不懂的 用这样的态度 是不能进步的 相反就因为不懂的 我现在要懂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下一堂课 我要回答 我现在就好好去学习 现在上网 学习那段经文的查经的资料 多得很 只要你愿意 你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 对于带领查经的人要注意 对于被带领的主缘 也要付代价 这样就可以免除这一种的心理拦阻 心理的障碍 而人的生活 不要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 一个老是 需要别人来界定他快乐与否 他成功与否的人 这种人 永远都不会快乐 你就是你 活出你自己 开开心心 不懂就不懂 懂就懂 好好的活出你的实在 你就觉得 人生其实是蛮开心的 蛮快乐的 蛮自由的 而不是老是要由别人 带来给你快乐 人家的眼光 就给你上天堂 一下子 不看你又下地狱 那你人生不是是成为别人控制的对象吗 你一点自由都没有 这样人生怎么会幸福呢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阿们 好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第七题 请问牧师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遭受巨大痛苦 比如不受控制的打自己 虽然痛痛但全身麻木 被父母限制压力很大 得了精神疾病 最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请问自杀这是一种罪吗 自杀 圣经很清楚是罪来的 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 自杀也是杀人 所以这是不被准洗的 生命是珍贵的 生命是宝贵的 生命是上帝的形象赤下的 他不像动物 动物没有拥有神的形象 所以圣经准行我们杀动物 杀猪杀牛杀羊来吃 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 可是人不一样 人拥有尊贵的灵魂 拥有永恒的生命 人的生命是不能被剥夺的 因此自杀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剥夺掉的 侵犯了神的权利的一种做法 所以是神所厌恶 神所不允许 可是如果一个人患了精神疾病 在长期煎熬之下 而寻求自杀来解脱呢 我们外人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我没有犯这样的病 我的精神没有受这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会轻松的说 为什么要自杀呢 而当事人已经来到最后的终点 他寻求自杀 那自杀的人会得救吗 这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 然而你如果看圣经的总原则 一个人得救以否 全然是他与神的关系 就是他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了 他就永远重生得救 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 既然是这样 他在自杀之前 他已经是得救的生命 他应该是得救 可是你问得救生命 怎么会自杀呢 这就是我们不能理解 人若到那种情景 我们不能审判他 我们只能既以他同情 而最后的决定权 是在上帝 不在你不在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少一点批判 多一点 接纳 多一点 给伤者的家庭 自杀的家庭 多一点安慰 而不是给他们 沉重了 再加上沉重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 圣经说 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天父 然后有人就借用这句话 去教会尝词道 理由是 敬拜无处不在 不一定要准时去教会 我觉得是歪理 请问牧师 该如何回应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提醒他说 是的 上帝 是个灵 上帝 无所不在 所以上帝知道你的心灵和诚实是真的吗 你随时都可以敬拜神 你真的敬拜神吗 你随地都可以敬拜神 你真的在敬拜神吗 你诚实吗 你的心灵真的向神敞开吗 你问问他 所以请你拜托 神知道你的心 你还迟到 你还用很美丽的迟到 借口 来推迟 你迟到的错误 轻轻松松的告诉他 也不需要吵架 那有一些的人 他就是找借口 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告诉他 你讲这些话上帝听见了 上帝明白了 你的心灵 是否真的有诚实来敬拜他 一个人 迟到了变成他的习惯 习惯就变成他的性格 性格就界定了他的命运 如果有一天 这种性格 也在interview的时候发生 他在面谈的时间 早上九点 他仅然九点半才到 他将会失去那份工作 他是得不到 所以他这种性格 将会界定他的命运 你说对吗 所以不要养成不好的习惯 也不要用种种的理由 去支撑这种不好的习惯 这会害了自己 我只能这样欠倒这样的人 下一题 好的 谢谢牧师 第九题 请问牧师 基督徒是不是 不应该注重外在的这些事物 若是负担得起 请问应该如何管理 神所赐的产业 追求名牌 昂贵事物上是否有错 然而放上社交媒体 也有感谢神赐的一切 是否是对的 还是应该谦卑的 不需要凡事都这样的分享 当然 我们不能以外在 就去评论 去论断一个人 可是 我们如果跟一个人生命交往 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人的 是不是一个务实的人 是不是一个谦和的人 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有钱并不是错的 拥有昂贵的车辆房子 也不是错的 圣经很清楚说 你要和你的妻 一起赐喝你劳碌所得的 意思说 这是你配得应该得的 因此 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真的尽了本分 很好的工作 智慧的处理事物 和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他成功了 他赚了许多的钱 他可以有更好的房子 更好的车子 更昂贵的食物 基本上是没错的 这是他配得的 可是配得并不表示说 他需要天天这样过日子 天天都要吃三针海味 他可以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 这才是美好的 而至于有人去炫富的话 那是大可不必 你在网络上去炫耀自己多有钱 那是很危险的 迟早有人会打你的主意 你说对吗 所以谦和 却是很贵重 爱心 却是不可缺乏的 这样的基督徒 才是美好的 一个人自以为自己聪明 自己以为自己本事 他开始炫富 过着非常自私的 享受的生活 那不是基督教的伦理 基督教的伦理 是拥有跟付出责任 是同时并行的 你拥有的越多 上帝跟你要的越多 上帝给你少 像你要的也少 这是平衡的 因此 一个拥有更多人 要处处谨慎 我一个月赚一万块钱 我要奉献 十一奉献是一千块钱 我一个月赚一千块钱 你不能叫我奉献一千块 我只能奉献一百块 如果我奉献一百五十块 他奉献一千块 从原则上来说 我比他奉献更多 明白吗 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并且超过了我的责任 而他只是尽了他的责任 给十分之一 我已经给了十分之十五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一定要知道 拥有跟责任是不可分隔的 这样你就不需要去羡负 而是要知道自己责任比别人更重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 有些基督徒给了十一奉献后 却收取单据为了扣个人所得税 请问这做法是正确的吗 这一举两得的做法有冲突吗 在西方不少的国家 特别是基督教背景的国家 都接受教会的奉献是可以扣税的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东南亚 大部分国家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如果在西方的国家 法律上是准洗的 你为何不去拿免税呢 为何不去扣税呢 让你的扣税 能够增加你更多的财富 去帮助需要的人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正确的 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如果你做假的单据 那才是错误的 愿神帮助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下一题是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以上是圣经的教导 但有听过牧者讲解说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宝就可以在哪里 请问我们该如何正确了解 以上经文呢 耶稣是说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那么有时候我会提说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钱包也在哪里 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如果你的钱是放在DBS 你经过DBS就会看它 如果你的钱是放在OCBC 你经过DBS你就不在乎 因为你的钱是在DBS 所以耶稣的意思说 你的钱如果是放在天国里面 你的心就会在天国 你会为天国而奋斗 你会真的把更多的钱财 更多会放在里面 因为你的钱财切实在哪里 因为钱财在那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而反过来 当你的心在哪里的时候 你的钱财就会更多的助力期间 你看 你的心是在孩子的身上 不在隔壁家孩子的身上 所以你的金钱就放在你的孩子的身上 让他念大学 隔壁家的孩子进大学 你连一毛钱都没出 因为你的心不在那里 所以心会界定你的钱 你的钱也会界定你的心 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来的 都没错 两者都可以互相的 补充而理解 钱跟心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他不愿意把钱奉献在教会 他对教会是没有心 如果他开始把财宝放到教会上面 他的心就来教会 这个教会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放了一些钱在这个教会 所以当他做差传的时候 他的心放在差传 差传报告的时候 他洗耳恭听 做短线的时候 他也很想弃 因为他的钱在那里 所以他的心也在那里 而当他的心在那里的时候 他越侍奉 他越想把钱财放进来 更多来服事 所以这两者的互动关系 就很明显会表现出来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奉献 你不可以假设说教会卖了地 教会有了钱 所以我不需要奉献 奉献不仅是你的责任 也是神给你的机会 这是一个恩典 我可以借着金钱 服事天上的主 我在书里头 最后的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我说到金钱的时刻 我说钱不能 不可能将来带去天国 你死的时候 不能把钱带去天国 双手摊开了 告诉你 I gone with nothing 但可以现在寄去天国 我现在可以把钱寄去天国 怎么寄呢 就是放在天国的事业上 钱不可能买到救恩 但可以支持宣教士去传扬救恩 这是钱的好处 所以让我们的财宝 是放在天国的事业上 我们的心必然也在那里 当我们的心也在天国的事业上 我们的财宝 也愿意放得更多在其上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常听信徒 应看到别的国家有天灾人祸 而感恩自己 仍然能够安居乐业 请问牧师 信徒应该如何操练自己 为所拥有的感到满足 觉得幸福 而不是看到别人的不幸 才感恩呢 你讲得非常对的 不是因为别人的不幸 而感到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的幸福 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晰的知道 我从神那里领受 这是比较高层次的意识 而有一些人 他是需要这种比较低层次的意识 去刺激他 就好像有一些人需要痛苦之后 才知道好好的珍惜 他现在所拥有 什么时候他会珍惜呢 就是他士气的时候 他没有士气 他就不会珍惜 很多人 没有到医院之前 他总是乱吃东西 肥的也吃 炸的也吃 非常油腻的也吃 而且吃的很多 当他送进医院的时候 他就后悔 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吃 当他士气健康的时候 他才珍惜 我如果现在好好的 那有多好 那 为什么要等到士气的时候 才来珍惜呢 我不能在平顺的日子 看见一次吃炸的食物 油肩的食物对身体是不好的吗 我就应该减少这样的食物 这才是智慧 所以我会从上帝的恩赐感到幸福 而不是从别人的不幸去找到幸福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但是上帝也应准 有一些比较低层次的 需要用低层次的方法 去刺激他 使他去珍惜 使他去感受幸福的真谛 有一些高层次的 就有高层次的不同的感受 就像我刚刚在讲道里头提到 那个王子 他拥有美丽的妻子 可爱的孩子 还有辉煌的皇宫 可是他仅然跟天使说 我生命里头好像缺少了什么 天使问他 那是什么 他说 我总感觉到自己不幸福 天使啊 你能把幸福给我吗 幸福点 天使点了头 就把他的妻子孩子带走 把他的皇宫毁了 三年之后 这个王子流落在街道上 穿着破烂的衣服 有时候就躺卧在街角 非常的可怜 天使出现了 就将皇宫又赐给他 把孩子跟太太又带到他的面前 不久之后 天使又来找他 问他说 王子你幸福吗 他说我非常幸福 我非常幸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难道要从逝去之后 才能去感受到 拥有的幸福吗 为什么在拥有的时候 不感到幸福呢 因为你人生太幸福了 生在彩虹 看不见彩虹啊 愿神灵灵我 下一题 好的 谢谢牧师 13题 媒体及社交网络 经常鼓吹大家要勇于做自己 请问牧师 这是后现代主义 提倡的个人主义吗 那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与勇于做自己 有冲突吗 勇于做自己 却是有一种 个人主义的色彩 而这种个人主义 只要不要走向太过极端 其实每一个人 都应该好好的活出你自己 这跟后现代主义 是没有关系的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是在于 这世界是多元的 是应该彼此包容的 你不要把任何东西 绝对化 没有绝对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真正的意义 是你的主观的 是你的主观的 经历的 而并不是绝对的真理 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个人主义是历来 人类有史到今天都没有更改过的 所以个人主义 和个人的表现 和勇于活出你自己 勇于去表达你自己 却是有一点关联 只要你不要太过极端 把自己个人提高到绝对化 而要超越别人而自以为是 那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人本来就是独特的 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他不是你 你不是他 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别人 而不敢做自己 那最后就没有你了 而上帝创造的你 跟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去活出自己 这是美好的 这是好的 好不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如何培养孩子 从小对上帝有敬畏的心 从父母亲开始吧 爸爸妈妈不敬畏神 带的孩子也不会敬畏神 孩子 会把爸爸妈妈当着他学习的 最重要的对象 如果爸爸妈妈 会敬畏上帝 以神为勇 夫妻彼此相爱 都因为他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孩子看在园里 也会从中学习 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没有比这个途径更好的了 下一题 谢谢牧师 15题 约翰福音4章14节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信徒常误以为得到永生 就可以安枕无忧 而不重视读经及祷告 结果仍然可慕今生的荣华富贵 请问初信徒 如何避免落入这样的光景 而能持久可慕神的话语呢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一个人他必须去经历神 一个人必须感受神话语的甘甜 他才会渴慕神的话 他不会偶然就会渴慕神的话 而另外呢 有一些的人的经历和见证 也可以帮助到这些人 他们从神的话语得到指引 生命得到祝福 比如说他们读圣经 神借着圣经给他们说话 给他们生命越活越丰盛 而且有事故发生的时候 上帝也提早指引他们 用神的话指引他们 就好像我现身 我现身去念神学 是我读圣经神的话对我说的 给我很清楚 我跟上帝说我害怕 上帝就用耶稣亚记的第一章第九节 告诉我你不要害怕 无论你到哪里 我必然与你同在 哇 我非常惊讶 上帝用他的话对我说话 而且讲得那么清晰 我左顾右盼没有人 然后我说 神这是你的声音吗 若是你的声音我愿意顺服 当我说我愿意顺服的时候 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 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安 是没有原因的平安 所以我知道这是重铸而来 所以读圣经就有这样的好处 你把神的话记在你的脑海里 在你的生命中 神可以随时用他的话来对你说话 所以你要听见神的话 就要读经就要祷告 就需要安静 下一题 好的 谢谢牧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请问牧师 如果有非基督徒或者基督徒 还不懂奉献的意义 可以不奉献 他不懂得奉献的意义 他就可以不要奉献吗 既然不懂得奉献的意义 就去学啊 去听啊 他又不想上课 又不想听 又不想知道 他就是故意不想奉献吗 对吗 那既然故意不想奉献 那就不要奉献啊 不要找一大堆的理由啊 上帝也没有欠他那一点钱 对吗 千山的牛 万山的羊 都是素额和华的 所以一个人要知道奉献 其实是一种对神的感恩 我做爸爸的 我为这孩子付出的 我做母亲的 我为孩子摆上的 如果孩子今天对我好 是带着感恩的心对我好 我很感谢神 我会很感动 如果我的孩子对我好 是不得已的 是不办法 这样呢 我会觉得很失望 他给我钱 我都不想要 因为他是不得已的 因为政府规定 不照顾年老的父母 是可以被告的 处于法律的责任 来孝顺父母 你觉得这种孝顺有价值吗 所以一个人 奉献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而不是找一大堆的理由去逃避奉献 那是没有意义 学习吧 下一题 谢谢牧师 非信徒看过有些教会 曾经在财务上犯了错 因此害怕奉献 请问牧师 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 你看又在找理由了 是吧 如果我有一天 去一个农场 看到这农场的几万只鸡中 其中有一只鸡是有病的 好像无精打采的 我就跟鸡厂的老板说 你的鸡全部都是有病的 你不觉得我是一株肝打沉权传人吗 以意盖权吗 这是很无聊的 就因为公器的City Harvest 这个教会出了问题 全世界的教会都出问题吗 公器出了问题 全世界的传道人都出问题吗 这什么道理 对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学习 做一个智慧人 会分辨哪一个教会 把弟兄姐妹信徒的奉献的金钱 好好使用 有透明度 有责任感 我们的教会 每一年的财务报告 都非常清晰 我们让会友来听财务报告 可以到教堂 办公室来查 财务报告 只要它是会友 不是会友没有权利 所以这样的一种财务的透明度 再加上我们把金钱是用在那些有需要的事物上面 而不是乱花 而很多人把金钱奉献给外面的一些机构也好 或者一些组织也好 很多时候救灾给了一百块钱 真正落在灾民的身上 只剩下三十块钱 七十块钱用在行政的过程中用掉 那很可惜啊 我们教会把大部分弟兄姐妹的钱 我不敢说一百百百 不过大部分都用在他们奉献要的事物上面 这才是美好 因此让我们去寻找那些有智慧 有责任感 有透明度的教会在处理金钱的事物上的 我们就寄以他大力的支持 在奉献上来支持他们 把圣公做得更好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而不是老是找公器来做挡箭牌 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谈到这里 好吗 好 各位晚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